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全部折線圖2 甚至你可以再改一個全部折線圖3 3的版本怎麼做 我想後面我就不要再做了 因為再做的話太複雜了 OK 能不能改 其實可以 其實關鍵地方 就在這個地方 可以把Mode2 改成Mode3就可以了 那比如說Mode3 就是除以3之後的餘數 如果因為它基本上有三種狀況 如果是1的話 餘1怎麼做 餘2怎麼做 那剩下L10就不用了 就是三種邏輯 然後你三種邏輯分別 按照三種邏輯去放 那就可以放第一個 放第二個 放第三個 然後一樣的道理 在第三個換到下一列 就是K等於K加10 你就放在最後那一個 這樣就會123 123 至於怎麼做 自己想想看 這個也許是 這個課後的作業 OK 像你說老師 那我3 做出來可不可以4 可不可以5 可以啦 反正非常多的呈現方法 那只是說 因為你越多攔 我們現在的這個空間 其實就不適合放這麼多的這個圖表 為什麼因為太窄了嗎 你一下子放那麼小小的 這樣看起來不好呈現 所以呢 等一下的話 也許你們就請你在旁邊 再插入一個工作表 OK 比如說在這邊旁邊 按插入新工作表 旁邊這邊就多一個工作表 來 名稱叫什麼先不改 反正 我們先確定說 它在第二個 那我們就用 位置 所影子的方式 那我希望 將來這個圖 不要放在這邊 而是直接幫我畫在這裡 OK 那我等一下切過來之後 我看到了 這邊可以刪掉了 這邊沒有 我不要 這邊其實就把它保持空白好了 我希望幫我畫在這邊 那當然畫的話 你也可以畫一個 有沒有 縱向一欄 然後呢 也可以畫兩個 不過我覺得我們剛剛畫兩個 我們乾脆把兩個拿來練習看看 至於畫幾個 你們可以自己再去做一個調配 那你想說 那怎麼樣可以畫在另外工作表 其實最最最重要的地方 其實就是 你要告訴他 你要放在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你需要多學一個物件 就是 叫做工作表物件 那工作表物件 其實也蠻好記 叫SHEETS 然後呢 第幾個後面你就刮糊 比如說第二個工作表 你就刮糊二就可以了 他就知道說 我要放在第二個工作表 怎麼寫 我們改一下 也許 請你們把那個全部折線圖二有沒有 把它複製一下 到底下 加上把二改成叫做 我這邊加一個underline 比如說跨工作表 OK 反正我們就是要把折線圖 畫在第二工作表裡面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可能比較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說呢 到底你哪一個工作表為主 比如說你將來呢 你要執行的時候 是這個為主 還是這個為主 如果是這個為主的話呢 那這邊就 這邊的資料 前面就不用加哪個 不用加工作表 因為你現在就在這個工作表 可是如果你今天假設是 以 以這邊為主 那這邊就不用 我們也許了 我們乾脆 先以這邊 我們剛剛按鈕的位置 為主 好了 所以如果我假設要指向它的話 必須跟它講說 我請你幫我放在那個 序則二 那個裡面 所以 假設我第一個 把上面的這個 程式 複製貼過來 貼過來 OK 接下來有哪些地方要改的 其實首先的話 當然 幾個地方 有時候如果這個太複雜 我建議你 也許你可以 可以什麼 可以先拿那個 單一個 好了 好了 我們以下 畫太多 有時候會怕那個太複雜 不然的話你就 可以先從單一個 比如說 這個折線圖 美元好了 我們先把那個 這個 畫到哪裡呢 也許就直接先把它畫到隔壁去 好了 剛剛是直接畫到那邊去 這邊把它改一下 然後呢 我們一樣 所以改的地方 基本上呢 我 最重要的地方應該是 我把那個 最後的結果 放的位置告訴它一下 這邊的話 Source這個地方 這個應該是不用 不用變動的 最關鍵的地方應該是 你要 AddChar 到底要放哪裡 所以 可能記得 因為這邊的話 會有好幾個 所以 記得就是說呢 這個地方加一個 跨工作表 所以我們以這邊 當成我 執行程式的地方 那當然 以後你按鈕 可能要加在 第二個工作表裡面 不能加第一個工作表 不然會出錯 然後呢 我就是在這邊 還有前面改成A1 所以呢 我一樣 在 這個全部折線圖的這個程式 2 貼過來 改成 底線 跨工作表 好了 ok 那接下來的話 改哪些 主要應該 記得就是在 set source data 就是資料來源的後面 記得這個range 前面記得一定要指向 我的資料是在前一個工作表 不是在我自己這裡 ok 好 那這裡下也是一樣 然後你說 對不對 其實就是 跨工作表 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這個range 或者是儲存格 反正呢 如果沒有加哪一個工作表的話 指的就是你現在 滑鼠 游標所在的 那個工作表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出錯 你如果指錯的話 將來這個程式亂起來 一定會發生錯誤 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邊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A M的話要改成A 那R的話要改成多少 R應該是 1 2 3 4 5 應該是改F吧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底下這個R的話改F ok 這樣理論上應該就改完了 我看 好 我們不確定 不確定也沒關係啦 我前面講過 如果不確定的話 反正你就射中斷點 讓它跑跑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剛剛就改 這個上面的複製貼過來對不對 1 然後記得喔 我是在 第二工作表的位置喔 然後呢 我就是 這邊把 source data的地方 前面加 去的1 好 其他都沒有 其他就是這個座標 A跟F改一下 把M 改成A 把R改成F 應該理論上這樣應該就ok了吧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跑跑看 所以接下來的話 按F8 足行跑跑看 因為我不確定 不確定的話 先讓他跑一個看看 欸有了嗎 美元ok了 那接下來的話呢 再來的話 那因為K 這邊沒有K 因為K如果沒加1 就繼續放後右邊 然後再下一個的話 應該是人民幣 好 人民幣放F F應該沒錯 F畫出來 那source呢 他知道說喔 你的那個資料 是在前一個工作表 續責1裡面 所以呢 我這邊就給他 這個名稱 有了也對了 ok 好 那K等於K加10 就換到下一個 變成11的位置 那下一個 那理論應該 應該沒問題 沒問題的話 就全部執行 有了 ok 三條圖的方式 也一模一樣 所以 但是請特別注意喔 執行的時候 記得只能在這邊執行 喔 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執行的 這個位置錯了 比如說我在這邊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這邊執行會怎麼樣 應該會出錯 而且會 會變成 他畫出來的結果 有沒有 他就直接給你放在這上面了 就不對啦 ok 而且亂放喔 那就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 然後 以這個 在這邊會正確的話 那你可能要改寫 就是說 他的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恐怕要 要重新再把它改 改動一下 那請各位試試看 我剛剛主要 把這個貼過來 主要是改 他也沒改多少 主要是加這個 這個區域1 記得喔 我是把它放在第二工作表裡面 空白的 把它run一下 這樣應該就ok了 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